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 5月1日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30万人次 各地火车站和支撑列车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和客运服务措施 日前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等次部门明确 计划到2025年 长江全流域建立起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体系 5月1日晚 在东京奥运会测试赛中 中国女排以3比0完胜日本队 三局比分为25比16 25比18 31比29 中央气象台预计 5月1日20时至2日20时 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雨加雪 西北地区东南部 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 华南西部等地有小到中雨 其中 甘肃南部 陕西西南部 四川盆地北部等地有大雨 局地暴雨 下面是一组社会新闻 受大风天气影响 京广高铁接触网挂义务影响铁路供电 北京西站部分列车停运 受此次故障影响未能如期乘车的旅客 可以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截至2021年4月30日 31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2亿6506万4000剂次 4月30日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七振安去世 享年91岁 国家网信办5月1日 通报33款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APP 并要求相关APP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 时隔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4月30日 西藏自治区嘉离县公安局发布通报 确认王向军弃意外落水后 溺水高坠死亡 排除他杀 5月1日 湖北武汉汉江湾桥正式通车 该桥是目前汉江上最宽和跨度最大的桥梁 5月1日晚结束的2020-2021赛季中国南篮职业联赛CBA总决赛第三场中 广东队以110比103加10击败辽宁队 总比分2比1 赢得队时第11个CBA总冠军 下面是一组国际报道 根据印度卫生部5月1日公布的数据 印度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19164969例 累计死亡病例211853例 过去24小时内 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0万例 创下新高 单日新增病例数已连续10天超过30万例 印度一家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医院当地时间5月1日凌晨发生火灾 导致至少18名病人遇难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宣布 将5月2日设立为全国哀悼日 以悼念该国北部发生的踩踏事故中的遇难者 4月30日 一艘从日本神奈川县衡滨港出发的邮轮上 报告一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乘客 该确诊乘客和其一位亲属已离开邮轮隔离 俄罗斯外交部4月30日发布消息说 禁止欧洲议会议长等发明欧盟集成员国官员入境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感兴趣 请在文章结尾处为我们点亮再看 我们明天早上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 4月30日下午就新形势下 加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进行第29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 建设生态文明 推动绿色地毯循环发展 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 更为安全的发展 走出一条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十四五时期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 推动简物降碳协同增效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 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要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保持战略定力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 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基本国策 坚持节约优先 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空间格局 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统筹污染治理 生态保护 应对气候变化 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努力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生态环境部 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同志 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 提出了工作建议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 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解 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 发表了讲话 他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加强党对 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 把生态文明建设 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 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一体治理 山水林田湖草沙 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 开创性 长远性工作 决心之大 力度之大 成效之大 前所未有 生态文明建设 从认识到实践 都发生了历史性 转折性 全局性的变化 同时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仍然面临 诸多矛盾和挑战 生态环境修复和改善 是一个需要付出 长期艰苦努力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必须坚持不懈 奋发有为 习近平指出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具有许多重要的特征 其中之一 就是我国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注重同步推进 物质文明建设 和生态文明建设 要坚持不懈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建立健全 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 要把实现 减乌降碳协同增效 作为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 加快推动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交通运输结构 用地结构调整 要强化国土空间规划 和用途管控 落实生态保护 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等 空间管控边界 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 划定并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 要抓住资源利用 这个源头 推进资源总量管理 科学配置 全面节约 循环利用 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要抓住产业结构调整 这个关键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技术产业 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 推动能源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利用 持续降低碳排放强度 要支持绿色低碳技术 创新成果转化 支持绿色技术创新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是我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 也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 经济社会变革 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 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拿出抓铁有痕 踏实留印的尽头 明确时间表 路线图 施工图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 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 不符合要求的高耗能 高排放项目 要坚决拿下来 习近平强调 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集中攻克老百姓身边的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要坚持精准制污 科学制污 医法制污 保持力度 延伸深度 拓宽广度 持续打好蓝天 避水 净土 保卫站 要强化多污染物 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 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 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要统筹水资源 水环境 水生态治理 有效保护居民饮用水安全 坚决治理 城市黑臭水体 要推进土壤污染防治 有效管控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要实施垃圾分类和减量化 资源化 重视新污染物治理 要推动污染治理向乡镇农村延伸 强化农业面园污染治理 明显明显改善农村 明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完善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 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 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 要科学推进荒漠化、石墨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要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修养生息 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渝 健全耕地修耕轮作制度 要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强化外来物种管控 举办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习近平强调 要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展现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要加强南南合作 以及同周边国家的合作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资金技术支持 帮助提高环境治理能力 共同打造绿色一带一路 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 坚定维护多边主义 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 习近平指出 要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 健全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 企业主体 社会组织和公众 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构建一体谋划 一体部署 一体推进 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 要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强化绿色发展法律和政策保障 要完善环境保护 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管理 建立健全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 要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 推进排污权 用能权 用水权 碳排放权 市场化交易 建立健全风险管控机制 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 环保意识 生态意识 倡导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把建设美丽中国 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 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 坚决做到另行禁止 确保党中央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决策部署 落地见效 落地见效 小时 土豆 小时 小时 土豆 小时 小时 土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